疯疯 没有枪啊 疯疯 过来养手感的 过来给二娃养了一波手感 二娃拿到一分爱美滋滋 换神很主动 拉过来打了一枪头 再拉 秒掉 换神的侧面已经获胜了 这样三人被包在了蓝楼之中 逐渐的越来越危险 这个出枪的timing感还是感觉换神更胜一手 更主动 就30发的一个子弹容量 他没有被弹的 这边是等到了换神 他们是放出来一个人到了赖美楼 然后刚好是换神想要从这边打 拉过来一把AK加一个喷子 先爆闪 小房间里面全摆 在杨阳侧面先喷倒了一个周品颜 进来直接喷倒地 双方正面一打一 来回的匹克 男的打两个 救大哥 完了 这个过点弯完全是被架死了 对啊 侧面明明打完收工 哎呦 这个打完之后明明这个嗓音非常的红亮啊 揉点一丝血了 哎呦 这波男哥直接是把TWT的连打得不掉 主要是KRG他其他三个人都在天堂岗那一边 只有TWT一个人 这是17跟CTG的一波防御防区之间的碰撞 17是四个人贴在一起的 CTG外围的一个小包围 王三哥一波出枪打残 然后再换一下传息 哎呦 但是五围这颗雷直接把小鬼给炸倒了 所有人都在外围 那这样的话 其实能打的空间真的不多呀 只剩17兽了 原点有人在骚扰 是DSS的枪线 王三哥过点只剩一丝血了 17时候成长有两颗类五颗烟 烟还是能拖时间的 近点看到了一个残血 打不到 哦 又来提前枪 直接把17团灭 这枪线延展不开来 这个围墙 没关系 还能走 哎 对倒了 阿同木一波出枪把齐齐对倒 但是其实这个点位只有阿同木 在车上前往不要被打下来 哎 打了一个被是一波腰撤 哎呦 跳窗镜没开出了 打住了 911把齐齐击倒 Lun Steph把宫落的长龙击倒 还给补掉了 小催已经到位了 这波进攻远点还是有 頭部直接拉过来了 911这个情况的话 第一时间是浮不了的 还带一个侧身 被夹击了 小唐娘同学开始跑位 现在阿童木 再往小崔的方向去扣 这不协同没做好啊 GFI GFI其实是想把阿童木救出来的 阿童木被卡死在那里 现在只剩阿童木一个了 舞台很大 阿童 电脑全摆了 把门关掉了 侧面的窗口还是能看得到的 打了一个 又是一个视野的视角又被摆 两边都进不去 两边都是互相 队友也被摆了 闹 再跟 全是栏杆 还是跟枪跟到了 这一波就是第一个 这双圈 人有点多 两支队伍其实打起来会非常难受 因为FTY和Pero是把他们完全包围在其中的 包括在栏楼的高点上的4M也能有这边有骚扰 感觉悟空和2014打起来就是个斗手场 旁边FTY和Pero都是那个观众戏 近年直接来清了 知道挂后的就一个 2014现在目前很危险 小左直接顶脸 就东部大混战 然后FTY抽会吧 就是被迫解压到一块 然后进行一波混战 已经倒了一个了 永远手感来的 是的呀 风风啊 好人啊 哈哈哈 感觉他现在用赶紧赶紧用吧 能用就用了 后面可能用不到了 保安生气了 什么 这不多少抢了吗 收了一块钱 小鹿是绕过了牛排皮啊 直接从另外一个地方扎到了安全区偏中心的位置 这从这边想进洞 呃 里边有人 干了个杠 几个没了 嗯 他这个时候并不是特别的靠前 这个时候再去进洞的话 这肯定要被打了 小左拉了一个枪枪的角度 想要把2014吃掉 但是自己也是被南少击倒 人头被小鹿收下 被30队伍给打了 马哥也倒了 哎呦 马云龙怎么是被直接被捕掉了 想要把2014打掉 然后再去接物 但其实 Pero的位置确实是这三支队伍里面最着急的 因为他是离圈最远的 他想赶紧把这个点位给清下来 自己有可以拿一点分吗 就前面这个坑啊 前面这个坑是几只队伍去争的 但是一个人骑摩托车进坑 FTA文声立马就来 先把坑里面这个安全隐患清掉 这应该知道的吧 滑车滑过来 没感觉到 周围的枪声估计覆盖了他的 有可能 那这有 风险啊 哦 来看到了 100SKS看到先打博了 再打老橘远点有枪线 侧身 要小心 还是没了 被老橘收下 AZ直接出手 再打一个 现在AZ就是能打一个 他就立马就补的 他毫不犹豫的 完了 FTA线进去了 线进去 这个溜摩托车可能真的没听到 真是 对 因为你这个时候 镜面位置太多的一些枪线的声音 会真的会影响 My God 龙将军炸了队 确实这马路也不敢 但是后来又是退了 圈形刷了呀 对 圈形往南部去了 两支队伍战场 不一定会在一个位置上 而且牛海皮单是少了 哎 包 哎呦 这一波干拉没有延期啊 伟将 想不 队友赶紧帮我架枪 但龙死根的一波出枪 没有办法把AZ架回去了 这完了 这个雷能不能收到 没有收到 浪费了一个颗雷 AZ最终被篮圈收下 这一波 尾神的血量还够吗 尾神一丝血必须得暗了 这时候就看永远 韩华哥顶住了 先把龙将军 有没有看到这个头皮线 这个毛发有没有看到 永远还第一时间没有发现 对方旺带的毛发 怎么办 还没有延期 没有延期只能硬顶了 千万不要倒啊 这个时候倒了 那就被换进去了 圆点的哥哥架架枪 没问题 OK 风人们保了一个满边进来 但是 圆点还有牛海的一个枪线 这一波正面 还有DSS的一个火力 感觉这一波的话 牛海比是抬了一手火焰嘛 打了DSS的一个背身 一波过点 插路 没人记得 不过没有关系啊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推 怎么说 你马路上被干拉过来吧 哎 这出事了 兄弟 有人干拉 三个盒子哟 哇 不要拉 完了 螺旋 螺旋神田 DSS这一波 来回拉扯把自己拉进去了 是的 滚筒洗衣机把自己卷 卷进去了 怎么办呢 那4M不就去拿你的二楼了吗 是的呀 这二楼要比这个小熊王好一点 DSS能设计他们的窗口 对 没什么问题 CTG 哎 前路 头上终于来人了 突然发现 下面怎么有4个人啊 哎呀 这三倍 哎呀 疯狂起头 你看到 这就是在找三倍 牛海皮 我说句实话 挂机挂的时间久了 会很影响自己的手感的 主要是 因为他前中期没什么 可以做的呀 这位置你真出不去 对呀 出不去的 没办法 头上踩的牛海皮 换其他队伍可能犹豫一下 牛海皮 又是不会犹豫的 啊 位置锁定了 还在屁股 还在操作 小路侧前马上到位 有新的道具 牛海皮也被淘汰 嗯 有萨萨的一分 这波初季的时间 FM掌握的还是蛮到位的 好 另外一次 在三角下面也是一波恶战啊 CTG位置也挺尬的 嗯 还在丢到 不非平时这个圈域 不断的往下去刷 那小唐这颗雷 准 哦呦 就为什么说这个位置干啥 这种地方就是 你没得跑 你就只能 期盼着对手的雷 不准 可以 这颗雷一雷双向 你的队友是架不到的 对 没有办法 而且位置比较局限 对 林强 林强也吃了一颗 吃雷了 一半都血了 嗯 同时高点上林树也跑不了 林强被小路 哇 这小路左打右打 左又开弓 又拿两分 然后你看这个圈呢 一波北七 黑猪直接往前顶 队友爆了闪 黑猪看到了 被击倒队友 小十一的一个补枪 豆子倒地 现在还有三打一 扶不扶黑猪 李白得进攻了 不进攻的话 对手扶起来就更没有机会了 李白揣了把喷子过来啊 摸烟混进 这是一般 VLG有没有道具了 这个小黄道具还是比较好排的 嗯 哎 小唐击倒了波塞尔 然后被小路又拿掉了一分 小路 右上角短短 下没有丢进去 不用 没有关系啊 投注物很多 再来 这小黄 人哪 难堵 这篮筐底下不会都认不中吧 哎 再封一个低的火 那外面那个火是怎么回事啊 呃 这个李白 哎 这个火烧到了没了 对啊 这个小木房 你就一颗火 它就蔓延起来的呀 好 打了一个人 用了一吨的投注物啊 没有关系 进决赛圈就是重要的 他其实成了局外人呀 你想 接下来地面上面要打的呀 VLG和佛爷们要先打的呀 就看他这 他两个队友去洞口找机会 剩下一个队友 看守守这个梅花装的 为了对手只有两根枪线 哎 看这好像又想摸出来 想出啊 肯定想出 已经听到小步声了 比较比较 高度位侧面找到了一个机会 嗯 比较比较被击倒 比较比较是VLG埋在南部的 一个关键的枪线 哦 同时 陶斯格的一波出枪 你也倒了 完了 动力果然有人 一个折角雷 再来一个折角的闪 要拉出去了 有没有黑猪 听到黑猪的小步 先捕人啊兄弟 哎 不是呀 陶斯格的一个捕枪 7T 小11 哎 直接趴下 趴下再打了一个 哦 这样的话 4M4打2 KRG直接出洞了 就踩在洞上 等一波 KRG现在想要走出去 算了算了 这边肯定被围攻了呀 直接被放倒了一个 要攻了要攻了 4打1 4M应该吃了呀 哎 傻队友 这个雷有没有拉环呢 小路的雷 小路的雷